大家好,我是Wayne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聊聊大政民主 顾名示意就是在大政时期发生的民主运动 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政治上两次的互线运动 第一次的互线运动我们在大政政边一直中讲过 这一集将会跟大家讲解第二次的互线运动 以及之后的发展 除了政治的运动之外 大政民主还包括了女性解放运动和劳工运动 想知道这些争取民权的运动最终能不能开夸结果 就请一定要把这一集看到最后 在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按赞和订阅 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下去的最大动力 最近的观看量不知道是YouTube演算法的原因 或是影片的质量问题确实下降了很多 如果大家对我的影片有任何意见 也欢迎留言向我提出 谢谢 相一集提到关东大地震为日本东京带来巨大的破坏 江府需要出巨资去重建首都 但总理三本权并未却因为虎门事件而被逼下台 让急需一个强人领导的日本短时间内再一次失去总理 此时元老们也需要在政党与反伐势力之间选出新一任的总理 由于三线友朋和松方正义等元老已经去世或重病 因此决定总理人选的任务就落在西元寺公望身上 有感选举坏将来临 西元寺公望希望可以由一位没有政党背景的人来公平处理这次选举 于是就选了苏密院的议长青浦魁吾当新一任的总理 想不到这个看似非常合理的决定 却引起新一轮的政治风波 自从1913年的第一次护线运动成功推倒贵太郎内阁之后 日本主流的民意都倾向由政党政治代替反伐政治 而要完美去体现政党政治就需要一个公平的选举 当时拥有投票权的只限于缴税至少三日元的男人 仍未达到普及的水平 因此从元寺时代就开始 人民和政党都在追求没有投票门槛的普通选举 因此普通选举运动依然在进行当中 在三本权兵卫在任总理时 就已经在准备推行普通选举 只可惜三本权兵卫因为虎门事件而下台 导致普通选举要再度延迟 1924年1月 清普魁吾上任总理时其实都也明白到当时已经进入政党政治的时代 虽然对政党并没有敌意 但在组阁时却全选了支持他的贵族院成员 连一位政党成员都没有入阁 结果热来政党的强烈不满 清普魁吾作为三线有朋的部下 又是出生至贵族院的人物 原本就没有得到政党的好感 加上现在组阁也没有加入政党人士 连一项清政府的立宪政友会也不能例外 不论是立宪政友会或是在野党 宪政会等也开始阻击反对清普魁吾的行动 当时的立宪政友会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位置 从元晋的时代开始立宪政友会就暗地理跟政府合作 但自元晋死后立宪政友会就分裂成两派 一派主张改变清政府方针 由立宪政友会总裁高桥氏清为首的总裁派 另一派是主张清政府方针不变 以床次祖二郎为首的废总裁派 由于立宪政友会这次并没有成功入阁 党内反对高桥氏清的声音非常强大 高桥氏清为了夺回党内的主导权 决定向清普魁吾的内阁宣战 清普魁吾上任总理还不到一个月 政界和社会上已经充满了反对他的声音 在苏密顾问官三浦五楼的仲介之下 立宪政友会的高桥氏清与在野党 宪政会的加藤高明和革新俱乐部的全养议 进行了一次世纪会面 三大政党的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中达成了三点的共识 包括打倒清仆内阁、改革贵族院和树立政党内阁 他们三个政党加起来就成为了互宪三派 第二次的互宪运动正式开始 互宪三派成立后 立宪政友会当中的清政府派不得不脱离政友会 由床次逐二兰阻击新政党、政友本党 此时两派阵营已经准备就绪 清普魁吾宣布解散众议院 两派将会在第十五回众议院选举中决议高效 谁得到议会的过班数 就决定了这次反罚势力对决 互宪三派的战役当中 谁是胜利者 毫无悬念 互宪三派胜出这次大选 清普魁吾也立刻宣布内阁总职 结束了他不到六个月的总理生涯 新一任总理 由在这次选举中得到席位最多的宪政会总裁 加藤高明担任 他也选了互宪三派的人成为了内阁成员 达成了政党政治 加藤高明上任总理 也象征了宪政之常道的开始 在宪政之常道前 总理一位一直是由反罚势力和政党人士轮流担任 但从宪政之常道开始 反罚势力就把总理一位让给政党 虽然宪法没有改变 元老人拥有总理的任命权 但元老都会遵从以下三条默认的规则 选出新总理 第一,总理必须由众议院中的第一大党选出 第二,如果内阁总职 下一任的总理必须由第二大党中选出 第三,如果总理在任内病死或被暗杀 必须由同一政党人士继任 宪政之常道的开始 也选高了第二次护宪运动的胜利 大政民主也进入了高潮 加藤高明成为总理后 他的内阁下了三大政策目标 我们逐一讲解 首先,加藤高明要实行普通选举 普通选举意思是 不会因为财产和缴税的多与少 而影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季度 在加藤高明的任内也成功废除缴税金额这个投票门槛 令所有连满25岁的男人都拥有投票权 选民基础有328万人 大幅提高至1240万人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察觉到 这次选举权的扩大并没有包括女性 你没有看错 大政时代虽然有女性的解放运动 但女性投票权要到二战完结后才得到落实 其实,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 自1889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成立时已经开始 法律规定了年满25岁缴税15日元的男人 才拥有投票权 显然对同样有缴税的女人是十分不公平的 在1911年 女权运动者平宠明创立了杂志《清踏》 为女性发声 后来也成立了新妇人协会 去争取女性的参政权 但可惜,这种思想在当时还是过于前卫 并没能够在大政民主这个时代中开夸结果 加藤高明内阁的第二项政策是 刚己苏政 简单一点就是要打压共产和劳工运动 当时的日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初阶社会 很自然的,劳工的权益并没有得到保障 就算在官营的复干祭祀场中 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 一个月值得两天休息的情况也非常常见 除此之外,随着苏联的崛起 共产主义也慢慢传到了日本 加藤高明内阁害怕这些共产主义者会利用扩大了的选举 季度,慢慢的拿到更大的影响力 因此便以治安维持法为名义打压这些运动 最终,工人们的权益也没能够在大政民主这个时代中达到任何成果 加藤高明内阁的第三项政策是行政整理 经过华盛顿会议后 日本顺应世界的大潮流进行军事缩减 大量的军人因此而失业 但政府巧妙地把这些事业的军人安排到学校担任军事教练 顺利减少了政府开支的同时 也让社会吸收了这批需要转型的军人 解除社会的不稳因素 到目前为止 政党内阁各项市政都还算顺利 高桥市清便提出废除由反伐势力主导的参谋本部 借此进一步削弱反伐势力 高桥市清此举的理据是 独立的参谋本部统率权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战原因之一 要避免日本也重蹈德国的错误 参谋本部这个独立于政府的部门就不应该继续存在 高桥市清这项建议也许是对的 但很明显的他得罪了一众反伐势力 高桥市清也因此失去了立宪政友会的总裁一位 被绿军出身的田仲一一取代 原本的护县上派也因高桥市清的退出而瓦解 田仲一一与高桥市清最大的分别就是他视宪政会为对手 而非合作伙伴 此时加藤高明内阁的司法大臣 立宪政友会的横田千之柱突然因病去世 横田千之柱的死对立宪政友会和宪政会的决裂有关键的作用 因为横田千之柱是两党的运滑油保持着两党的关系 没有了横田加上田仲一一的柱大 立宪政友会迅速与宪政会分开 内阁也维持不下去 元老西元市公安以宪政会仍然没有失去民意的理由 继续选择加藤高明为总理 而姓内阁也由联合内阁改为单独宪政会的内阁 原本是护宪三派之一的革新俱乐部 全养裔也加入了立宪政友会 此时日本政坛剩下了两股势力在斗争 加藤高明组成了单独内阁后不久 竟然于1926年1月22日因为肺炎而在短短六天就去世 这次加藤高明的病逝也启动了宪政制肠道的第三项规则 如果总理在任内病死或被暗杀 必须由同一政党的人士继任 因此由同样是宪政会的若亏李自然继位 1926年12月25日在位短短15年的大政天皇驾崩 大政时代也因他的离去而结束 但其实大政天皇早于1920年已经因为健康欠佳而很少参与政务 国家大事早已交给了皇太子御人亲王 大政天皇的去世对当时的政局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 大政天皇在位的15年间 大政民主虽然跟大政天皇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可以说是这段时期对日本社会的最大改变 透过大政民主反乏势力退出了政治的最前线 由政党政治抬头 虽然女性和劳工的权益没有因此而得到保护 但选举投票权却得到大幅的扩大 在那个年代也是不错的成就 大政以后就是超和时代 县政治长道也在这个时期崩坏 取而代之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郡国主义 想知道往后的日本为何会这样发展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个星期三都会上载新的影片 想先读为坏的话 也可以加入成为会员 详情在资讯栏 我们下次再见